今天我终于体验了 什么是真正的豪宅 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位于珠海的十字末天区 是由央企中海来打造的 这个中海环游天下 中海环游天下 它分了很多不同的板块 和地块来开发 譬如它最低的单价 都是要去到三万八起的 欢迎来到 Vhome智能家居世界 什么叫智能生活 Igrox Platinum 智能冷暖床褥 暖又可以 冬又可以 还具备高温随满 控皮等功能 还可以监测睡眠质素 智能电动按摩床褥 还有按摩功能 电动梳法 这些就是真正的智能生活 Vhome新一代智能家居店 后果们在这里 明显苏 全部排骨 说允准 不 没 你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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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Project 杨茜茜 就是我们的房间的位置 房间分布在左右两边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间客房 这间客房外面有一个卫生间 即是公共卫生间 做了一个干湿分离 在这个218方里 这个卫生间也是 玉霸是属于一个交互标准 其他会员的话就会没有 只有218和169方 玉霸和厨霸是一个交互标准 这间客房 这间客房做了超长的飘窗 还有放一张麦本的床 三边落床位 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放回衣柜 我们再出去看看另外的三间房 这边也会有一个次和 这间房在图纸上是一个阳台部件 它也会送一本的面积给大家 所以这个中海幻语天下很多产品 它也是可以做到实用率 可以去到98% 这边还有一间房 这间房是套房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卫生间的位置 我们看上面这个玉霸 是一个交互标准 我们稍后也会有一个交互标准 去拍给大家看 这间房是一样的 这里放一个麦摆的床 做一个床头柜 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个衣柜 从这间房出来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一个空间布局 它的私人性会比较高 首先一进来 它就会有一个好像门口的圆关 这样的位置 我们自己都可以做一个衣柜间 或者我们放一个装饰品的位置 这边就是一个房间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间房多大 而且它的开间是可以做到四米三长的 包括它这个超长的 也是有四米三长的一个大的飘窗 平时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喝茶或者喝红酒 非常好 好 那我们再进去看看 它有一个独立的衣某间 这里是女人的天堂 它这个就不是交互标准 也是会预留一个位置 给大家做一排的衣某间 包括这里可以放一个梳妆台 这里进来就是我们的主位 还有这里拥有豪宅的标盘 就是这个浴缸 这个浴缸也是属于它的交互标准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面的镜柜非常靓 这边它是做了一个淋浴间和我们的厕所分开的 这个马桶是一个德国的维保品牌 一个智能的做变器 这边就是淋浴间 好像酒店模式一样 一个分开的分区的 好 那我们再出去看看客厅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餐客厅的空间 这边会放一个超长的餐桌位置 最起码都可以坐10个人不等 我们平时身旁有一个来开派对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这个中海环玉天下 它的产品都是属于一个豪装来交标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门 是属于这个上轨道的推拉门 那就会非常方便我们的一个清洁 而且它是用了这个甲丝的双层玻璃 只有这个218方和169方才会配备这个甲丝的玻璃门 那这个厨房它整体是一个幼自然的布局 它的设计非常之独特 那我们将这个三折的玻璃门推开了之后 那这里其实可以变成了一个西餐的中导台 那说回它一个高质素的胶标 有西门子的这个三件套之外 整体的厨柜也是交付标准 包括这个烤箱也是一个交付标准 这个柜也是会做好给我们 但是里面的冰箱的位置我们要自己安装 它会预留我们要自己后期安装 这边还有非常靓仔的拉腩 做了很多一个草物空间出来 那我们厨房出来这边会有一个阳台 那这个阳台是计算一半面积的 所以怎么说呢 它这个使用率是可以去到98%之高 也是有其中这个原因 它赠送了非常多的面积 那这边就是一个热水器 是一个交付标准来的 那外面这个阳台呢 它是发展商这边会封号窗给大家 那封了窗之后 其实可以形成一个洗衣房 那这边可以放回一个洗衣机 或者我们的空干机 那我们出去看看客厅 那客厅真是厉害了 整个客厅单是这条飘窗 有7米2那么长 那去到了我们客厅这个阳台的位置 大概整个开间是有11米那么长的 那这个客厅这边的一个直线距离 就是有一个6米4大概的一个开间 那我们平时晚上 我们可以坐在窗边这里 喝一下红酒 然后再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这个才叫人生 那我们这个客厅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央空调 包括房间的全部都是属于它的交付标准 那我们出去看看阳台 那这个阳台非常特别 它是做到了这个位置的 270度的一个转角形的露台 非常小见 而且它这个面积全部都是只计算一半的 那因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这个二地的样板间 那到时候我们一个实际 实际望向的景观就是这个东南朝向 景观的话 是一个澳门和这个弘琴的海景 那以上就是这个218方的四房单位 还有一个169方的四房 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看看 那现在我就来到了169方的这个示范单位 先跟大家讲明一下 218方和169方 全部都是这个一梯一火的设计 我们看看它的图纸 那这个户型它是很英俊的 那它中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洞区 有我们的餐客厅 和我们的厨房阳台 那它左右两边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房间的分堡 那我们现在跟着镜头去感受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下来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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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实体楼 在B区的一座这边 和大家介绍114方的四房户型 这个户型是属于性价比较高的 因为114方不单可以做到四房 它一些高的楼层 也是可以看到一个海景的 如果想买这个十字门片区 有考虑海景的观众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户型 Mu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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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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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12方的三房一位 87方的三房两位 97方的三房两位 和114方的四房两位 114方和97方 都是可以斜少少 可以看到这边的海景景观 D片区这边 亦会有六座的高层组成 这边在寿的户型分别 有99方的三房两位 129方的四房两位 136方的四房两位 最后的版块也是这版块 是中海最贵的产品 目前在寿的是12和13座 141方的四房两位 这边的三座是169方的四房三位 6座和7座最大的户型 也是海景的大平层 218方的四房三位 华月天下 它分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地块 来开发 所以它一个价钱的区间 亦都分了不同的梯队 譬如它最低的单价 都要去到三万八起 最高都要去到七万到八万不等 这样的一个价钱区间 因此它一个户型 都可以给到大家不同的选择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络我 参加我们的珠海看楼团 Whatsapp 9346 0995 记得给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